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拿上国家主席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的身份 网上有篇文章针对习近平今天开始接班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习近平接班期待高 风险大 这事说的挺逗格 但是人家说的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他把所有的权力都拿过来 后面开完会没所表现的话 大家的失望的程度就会更高 文章采访了几个人 首先被采访的人是中国问题专家 香港中文大学的林和利 他说我认为已经出现了一场期待升高的革命 人民已经了解到 即使示威抗议来表达意愿 也不会被处罚的 这个认识就很特别了 也就是说如果有什么事情 诱发出人们对习近平的期待而失望 这种愤怒之感当某些具体的事情诱发之后 透过微博互联网传播 这会造成在短时间内 全国范围内的大家上街 确实有这可能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 李承对习近平的看法 他是这么说的 他接受挑战 将他转化为机会 他把挑战转化为对领导人的高度期待与高度盼望 期待与盼望不是结果 期待与盼望是一个好的开端 但就被期待的人就要必须有所作为 这是很关键 而美国印第安大大学的中国政治及商务研究中心的主任 叫做甘斯德 在北京是这么说的 他们试图改进治理体系 使得共产党继续掌权 他也讲说民众有高度的期待 给他们的蜜月期和空间弄了不少事 但如果到了今年秋天 新的领导人的口号和新风格 并没有转化为真正实质改变的话 我认为负面的反应将会相当的强烈 这就是所有的人 就是你把期待值推高了 对吧 当期待值推高的时候 有一个傻小子 比如说有个傻小子 这傻小子呢 别人呢 说你真漂亮 你太有本事了 谁谁要做你媳妇 谁谁要做你媳妇 这期待值老高了 对吧 当期待值老高的时候 大家想想 如果那女孩说 哥们您有病吧 你早上是不是那天吃错了药 还是没吃药 你说这哥们得多失望 反着说太炯 电影里太炯 对吧 那宝宝 最后的宝宝 哎 范冰冰出来了 跟他照相搂着照相亲他 而且还 这个让他说做这个 来按摩吧 太是按摩 那你说宝宝浑身颤抖 嘴舌头都短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他知道他的期待是不可能的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但不成想这一口真咬成了 那你说属于根本不可能的期待成为了现实 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他表现出来的隐喻是好人有好报 但是呢 如果放在这儿呢 我们就知道期待与现实中间的距离 你必须弥补 你拉的越高 事儿越大 那咱们就走着瞧 这个期待与这个中间的这个老百姓真实状况距离有多大呢 BBC有篇文章这么说的 奶粉问题重为两会的热门话题 原因太简单了 他中间引述的一个人是非常有意思的 说本身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 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 对记者明确表示说 对国产奶粉没有信心 而政协的这个首席的新闻发言人说 国内的奶粉99%是合格的 所以记者就这么问他了 然后崔永元 人家主持人就是脑瓜来得快 我就不知道那1%在哪呢 你说让我赶上 不就倒了血霉了 我觉得这话说的就挺绝 而另外一哥们说的就更有意思了 我觉得非常有趣 刚刚身为人父的前 篮球明星姚明 对香港限购奶粉一事回应说 从民众角度来说 互相谅解一下吧 谁家没有小孩呢 让负责的部门去处理吧 民众是无辜的 愿望很纯粹 然后他很幽默的表示 他还没有去过香港买奶粉 姚明无论他是爱国的形象也好 伟大的形象 爱啥形象 啥形象 他孩子吃不吃国内奶粉 也爱国一把 我不想难为 我不是说姚明如何 我是说这样的政体 这样的国家 这样的政党 这些人没人敢直接说 不 即使他刚有孩子 他是个男人 他长得老高了 比涛哥高多了 我说的是这个心态 我说的是这个状态 我说的作为一个爷们 当自己的孩子面对这现实的时候 当然他可能说了 我喝美国奶粉 我喝澳洲奶粉 我有护照 我能出去 那OK 对不对 人家说的也挺有意思 让政府部门去处理吧 政府部门有多少人 挣着毒奶粉的钱呢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 大家想想 什么叫期待 什么叫失望 什么叫反了 什么叫溜鸭子 这是正常人生活的环境吗 男人能像个男人一样吗 但有些女人说话很横 网上有条消息这么说的 傅盈说 国人希望政府对外来的挑衅 更加的强硬 这是中国人大发言人 人大刚开会 他站出来 有一番说法了 对记者 大家知道他可能 原来是不是外交部副部长 但是他原来是住这个 住过澳洲 和住过这个英国的这个大使 他讲说很多中国人的意见 包括媒体人的意见 是希望中国更加强硬一些 尤其面对挑衅的时候 希望更加的强硬的姿态 那说这番话呢 傅盈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呢 他是回答日本共同社记者提出问题时说的 当时这位日本共同社记者一连问了三个问题 包括中国如何描绘建设海洋强国的蓝图 怎样缓和 以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的摩擦 那中国外交是否更加的咄咄逼人 那当时傅盈答案是这么讲 他最近一段时间听到了不少外国人有这样的看法 不光是日本人的方面的看法 在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关切 也有媒体报道 但他同时表示说 在中国听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声音 几乎另外一方面的意见 也就是要求中国政府对外更加强硬的呼声 因此国内外在这一个问题上是存在着差距的 这个说的几句他是外交辞令了 新华社有篇报道 针对同一件事情这么说的 新华社这篇报道是被朋友贴到这个网站上的这个论坛里面 我实在是我没兴趣看新华社的报道 所以那如果有出入呢 朋友包含有朋友告诉我 对的 如果没出入呢 我们现在就当是新华社的报道 新华社的报道说 傅盈回答日本记者 你提问时中国记者都笑了 那新华社在引述这一段的时候这么讲了 刚才讲了这个日本记者的问题 日本记者呢 当时就这么上来先说 谢谢主持人 谢谢发言人 我想问一下关于什么什么问题 那傅盈 人家谢谢他 傅盈没说表示感谢 傅盈直接讲 刚才你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注意到中国记者都笑了 其实你在中国可以听到完全不同的声音 那是另外 几乎是另外一方面的意见 很多中国人的意见 包括媒体人的意见 是希望中国更加强硬一些 尤其对外挑衅的时候 等等等等 这是一样 那我自己的看法挺简单的 在政协会上提到奶粉的事情 对吧 崔永元说的很简单 我不信 对吧 那以傅盈的年龄来讲呢 应该当奶奶了 或者姥姥了 你的孙子 你的孙女 你的外孙子 外孙女 吃中国奶粉吗 如果你们开会的这些人 在讲着这些话 而你们的孩子 你们的孙子 都不吃中国奶粉 而你们 你作为外交部的资深人员 你作为人大的首席发言人 你如此以挑衅 以蔑视 以不礼貌 以粗鲁的方式 去回答人家的问题 一个大国是一种包容的概念 而不是咄咄逼人 小家子气的那样 警示俗民 这就是人洗脑之后的表现 新华社这么包 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过 BBC那么包 知道什么叫媒体吗 知道什么叫挑拨吗 知道什么叫邪恶的 中共的中宣部 必须被铲除吗 他是欺骗的 他是煽动的 在正常的一个社会当中 这么去煽动的话 那叫在社区当中 任何一个人 敢以这样的方式 去煽动的话 那叫煽动仇恨罪 那是大罪 这就是不同的社会环境 人们被洗脑之后的直接反应 当人们为了利益的时候 当人们为了自己利益的时候 人们可以随便去讲 因为他作为发言人 他必须按照共产党的话说 给人洗脑 那是他的利益 他孙子要吃奶粉的时候 他绝对不能吃国产奶粉 那是他的利益 这两头一对等 什么东西丧失了呢 人性与道德 所以这就是我说 这是个扼杀人性的社会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这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